大家好 這一篇視頻的教學是這個 說明這個vmakevideoconverter的這個 他的這個使用paypal或信用卡購買 其實他這個步驟都很很容易只是說 我現在這一篇是要說明一下他這個購買後 購買的golderkey會去除尾部 local mark 就是兩秒的大概兩秒的一個local mark 還有他有一個影片會有一個影片消耗一邊的功能 如果你是還有在購買那個subtitle那個字幕 他會多一個那個字幕大小調整的功能 大概是說明這一些 那這邊就是 然後就是你覺得這個 那個因為我聲音可能比較小聲 所以你要點這個把它拉到最大 然後這邊用720p 那個然後寬或全幕觀看 這邊的教學網址會貼在註解這裡 大家可以點進來 就會連到這個 教學頁面 然後他這個購買就是 這邊說明這邊 說明這邊有 那個golder page pack跟那個 subtitles的那個pack 然後就是他 他這邊都 就這樣子 大家參考圖那個圖 就可以了 然後你會收到email 然後再點擊那個 右下的這個 然後再點OK就可以了 再來我要說的就是 再來我要說的就是 他這個消黑變的這個功能 可是覺得這個功能不錯 要在哪邊開啟 在這裡 在這裡有個選項 選項這裡 會多出一個這個 然後你就把這裡打勾 這個是保持這個黑邊 就是他這個 啊如果 那你不想要這個黑邊嘛 有的是 那個左右的 有的是上下 你不想要這個 你就把它選到這個 那個delete break boss 就是 檔案我再示範一下 檔案這裡 選項可以參考這個圖 然後選成那個delete 那個break boss 這樣就好 然後他這個 字幕的那個 subtitles 那個pack 的那個key 啊 就是 你這個 就是你可以參考這邊說明 在考慮要不要買 因為他這個 因為我個人覺得 這個字幕這個東西啊 一直不是很好處理 他這個字幕嘛 要注意的事項很多啊 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字幕的處理 你要有一個 因為這個影音轉檔嘛 他就是有 可以很簡單 也可以到有一個中級 或者是一個上級程度 你要把這個字幕這個東西處理的 比較完善 你可能需要 有中上的程度 還有接觸這個影音轉檔比較久 我打個比方 像這個動漫花園 它這個裡面的一些 像一些字幕組 那些都是神人啊 就是說他們 在這一 這方面都 已經接觸很久了 所以他們 你去下載他們的那個 影片嘛 他們那個字幕都做得很好 就是 這都是屬於那種 中上層程度了 像什麼 用什麼字型啊 字體 用什麼教價啊 還有字體的外框色 還有 SRTA ASS SSA 還有 一些時間軸啊 那一些的 還有字幕的存檔格式那一些 要注意的東西其實很多 但是你使用這個 Fimac Video 那個Converter Converter 它在字幕的處理上就比較陽純 簡單 它就是只能調整那個字型大小 其他就 還有就是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存檔格式 這兩項而已 其他就 你沒辦法調整 它已經內建了 已經鎖死了 就是說 你對這個字幕要求不高啊 就是只需要你轉換出來的影片 就是只需要你轉換出來的影片 只需要能顯示字幕就好 那你就可以考慮購買下這個 subtitle spec 這個 字幕 字幕包 應該說是 字幕方案 然後 然後再來說你 假設你已經購買到 這一個嘛 的key 然後並輸入完成了 然後要注意一下這個 我這邊有四項 再我看一下 就是你點說明關於這裡有一個 那個 support的一個連結 然後我看一下 在這裡 它在這裡有說明它支援的那個 這個 這個可以編輯 主要的是這個 然後你可以 它可以欠輯那個 subtitles的字型 但是它這個只能 那個 用因素啊 只能改變因素 就是這一個 這邊就加進來 這個 隨便一個 字幕 加進來 然後這邊的這個就是指 size edit的 subtitles的size 就是指這一個 一般就是先把它弄到12 然後這邊 當你放大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嘛 啊如果你沒有購買那個 這個包 它會有一個紅線 一個紅 然後好像是鎖在15 還是我忘記了 先從13 或12開始慢慢調整 然後它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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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啊 就是指這個 這裡 啊但是它這個只是因素啊 只是因素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素或是特殊符號 你可以看到後面這一個 再變 啊中文的部分都沒有變 因為中文字它是 就是 我們這個繁體的大部分都是用那個 細明體嘛 它現在主流的還是要用那個 微染正黑啊 就它比較圓滑比較好看 像這細明就是比較尖銳這樣 不太好 它但是 欸沒法射 它就是鎖死 就是只能用這個 啊你 對這個要求不高的話 就是你 那只要有字幕出來就可以了 就是 像這個一個 可以把它 這個字可以調上面一點 像這個是會下來 把字幕調上面一點 這煩人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那個 它支援的那個 格式 有SRT SS AASS 的字幕格式 然後再來就是 字幕的存檔格式 它有支援這一些 但是 這個 這個 UTF-816小位在前 跟UTF-8大位在前 它這個在 它這個在理解上 有的老外可能不一樣 它可能 譬如在我們這個理解是小位在前 但是實際上它可能是小位在後 還有的地方老外可能是這樣認為 因為在 我們跟老外的那個邏輯是相反的 它這個大位在前 它可能是大位在後 所以我們就 我有試過這兩個 轉出來那個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 你就是盡量把 那個 這些 SRT SSA ASS 的 存檔格式 用UTF-8這個 這樣那個字幕才會正常顯示 好 那麼我就分別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這個 就是要怎麼加 將字幕加到你的那個 影片裡的一個說明 OK 這個 SRT SS SSA 你不可以用什麼 UTF-8 大位在前 或是這個 它是寫說這個小位在前 也是可以 但是我實際上試了一下 會有問題 就是 建議用UTF-8格式 然後 你這個 要使用這個 你要安裝一下參考這一篇 這個文字編輯軟體 你要安裝一下這一套 然後我載入的是這個 這個 ASS的字幕 這邊 它 一開始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裡面我有視頻教學 怎麼使用這套 編輯軟體 文字編輯軟體 它一開始是這個 有的是用小位在前 有的是用 大位在前 它這個 這個 U-C-S-2就是那個UTF-8-16 的意思 然後有的是這樣用 啊有的 要注意看一下 你打開 右下 這裡 有的是簡體 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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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所以在存檔格式 會有時候會非常混亂 所以你要 使用這一套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到點這裡 我這邊有說明 這裡 看一下這個說明 就是你把它打開之後 假設是這個 好了 一般現在好像都用這個 吧 小位在前 你用這個的話 你要把它轉成 那個UTF-8 就是這裡 編碼 轉換至 UTF-8格式 這個 這個 我有試過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但是它這邊有說 就是要UTF-8 含那個 BOM 我們就把它轉成這個 好了之後 按存檔 好了之後 你就要按存檔 這樣子 然後 你才能 然後再把影片 載進來 再把那個影片 你要轉的影片 加進來 然後再加入那個字幕 就是我剛才存檔的字幕 加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調整 字型 字型的大小 點這個 然後就看到字幕的部分 好 這個字幕的部分 我們把它調到小一點 然後我們把它調上面 偏上一點 這個其實沒有用 對我們中文字型 OK 你可以點這個播放 就是因為會有聲音 它會被消音 就是你 我上傳 上那個 YouTube 可能會被消音 所以用 沒有音樂 就是你可以點一下看一下 如果字型太小 你把 放大一點 13或14 這樣 就這樣 這樣子 然後好了之後就點OK 你不可以直接點關閉 關閉的話會沒有用 你要點OK 啊 像我一般 在轉換前我都會再稍微再確定一下 就是我這樣按點OK之後 我還會再點一次 確定下那個字幕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 我才會點這個轉換 這樣 這樣 這一切 那個低速 這樣 再點轉換 這樣 然後它這個用途就是 把這個 轉成那個MP4的字幕 寫實在影片裡 方便行動 傳統觀看 或桌機 也可以觀看 這樣子 其實這個 字幕真的是不好處理啊 像 我有 比較過這個 那個 這個嘛 它還有這兩套 它有的跑出來都會有問題 所以它在處理上就是只抓那個 那個字幕的這個 這裡 它只抓這個字幕的時間 從 什麼時間顯示 什麼 它只把這一個 抓出來 然後給你調整大小 很單純 這樣子問題比較少 它這個真的有點不太好處理 它 就是你 它的就是很簡單啊 它就是只能調整字幕大小 這樣子 就沒了 然後就是 你對那個字幕要求不高啊 就是轉出來有字幕顯示可以就 有顯示字幕就好的話 你就可以購買 它的這個 方案 subtitle的這個 Pack 然後你還要了解一下 Nodebag加加什麼用 然後再 你要先把字幕 這個存檔格式 切成utf-bar 這樣 就是也很簡單啦 檔案打開之後 檔案打開之後 看一下它是不是utf-bar 它會在右下這裡 然後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把它這邊 轉換成utf-bar 然後再存檔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 導入進來這邊 再把那個字幕加進來 這樣子 然後 如果遇到奇怪的尺寸的話 你可以先把 影片轉成那個NKV 然後再用這個NKV2OUSLINK 再把那個字幕封裝到那個 這樣也是等同 這樣也是可以 就是 那個 也是可以讓影片跑出字幕 但是我在前面幾天有說過 字幕有三種 一種就是你把字幕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操作 轉成MP4 它是把字幕寫死在那個影片裡 因為我試過把 就是轉換後的影片嘛 把它放到手機 那個NKV格式它是抓不到字幕 那MP4是可以 因為它已經寫死在那個影片裡 就是 看起來就是正常 啊你 NKV在前面有說過 如果你要做那個 多字幕 或者是 多音訊的那一種 你可以透過這個 這套軟體 把它加進去 字幕加進去 啊 那個 如果你遇到奇怪的尺寸的話 你可以先用這個 VMAX Video Convert 把那個影片有沒有 轉成那個 你指定的格式 指定的尺寸 之後再封裝那個 那個字幕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需要 要多用幾次才能那個議會 OK 呃 這邊可能 這一篇可能解說的有一點 混亂啦 就是說大家可以 試一下 先看一下 這篇教學 然後就實際試一下 這邊最主要是說明這個 你用那個gold page 買那個key的話 會消除這個影片 維護的那個local mark 還有就是它有一個 消影片 黑片的功能 這裡 可以把它打開 點 就是選項這裡 就是選項這裡 然後這個go一下 然後確定量 再來就是你這個 如果你買那個 subtitle pack的key的話 在使用上你要先把字幕檔 SRT ASSS 這個字幕檔 先用那個 Rodepay++ 轉成UTF8 的存檔格式 然後你才能這樣子 導進來 然後導過來 然後再用這個 預覽 預覽調整一下那個字型大小 自行大小 自行大小 那這個是 這個其實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 它這邊 那個 那個font是指 因素的部分 所以這個沒有 對我們中文沒有用 就這樣子 然後好了之後 記得點OK 這樣 隨便大概是在說明這個 這三個部分 OK 那麼這一篇教學 就 這一篇說明就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此段視頻